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2月社群日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不知玩家们是否跟丹尼一样有着同样的感受啊 好像每个礼拜都在社群日啊 官方最近更新的一个频繁速度算是非常快速啊 上禮拜刚结束复刻后的妙花的社群日之后 过两天马上就变成剑子草2月社群日的焦点了 那我们今天将带大家来看一下2月社群日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而且它最终进化型的剑子棉是否真的变成强力的一线角色 那么我们就先从2月社群日活动内容来看好了 活动时间的话会在2月12号礼拜六的早上11点 到下午5点期间剑子草将会在野外大量的出没啊 运气好的话当然的是能够捕获到色違版本的 活动期间的加码奖励的话 这一次是捕获宝可梦的时候能够获得星星沙的3倍啊 玩家如果刚好也是星辰难民的话 可要在这次活动时间内抓好刷满把星星沙值补满才行 那我们的活动期间的话也有幼魔主跟薰箱维持3小时 拍照的话同样的会有惊喜好礼 大概就是捕获剑子草吧 而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我们的活动多了3个项目啊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在活动结束后2小时的最终期间前 也就是从5点到下午7点期间 从道馆的时候可以获得3张免费的团体战入场券 玩家可以趁着时间打团体战头目 而且过往的社群日通常只能遇到1阶的宝可梦 这次不一样了哦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点的部分 你或许能够在公园遇到剑子草或者是剑子花 所以说12阶的宝可梦都会在2月社群日出场 而且玩家如果在公园捕获到2阶的剑子花的时候 可以额外获得剑子草的糖果XL 但是剑子草它最终进化型的剑子棉 其实XL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一个奖励算是普普通通 这就是2月社群日加码奖励的部分 而最终进化型的剑子棉 也能够在这一次社群日获得一个新招式 叫做杂技啊 杂技这一招目前还没有登陆在我们Pokemon GO里面 不过官方有稍微公布了它的伤害量 许愿家对战也就是PVP的部分 伤害量是110 那道馆跟团体战的话则是100伤害 这边并没有公布它的一个能量需求 或者是它的特殊效果 从原作中的话 它这个杂技的招式是普通攻击造成目标伤害啊 如果在我们的角色上没有带道具的时候 可以叫威力翻倍的情况 但携带飞行宝石的时候 能够在该回合的时候发动效果 所以单从我们原作中的设定上来看的话 并没有办法反映出Pokemon GO里面的能量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效果啊 所以到时候还是要等2月多的时候 这一招推出的时候 才有办法知道这一招详细数据 当然如果你对原作的招式比较熟悉的话 也能够在留言区帮单你补充一下 这一招有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目前很难猜测它到底需要多少能量 或者是它的特殊效果有什么 不过我们从威力上来看 目前的飞行系大招里面 单你把它列出来 玩家可以看到杂技的威力在我们的数据中排行在第四名 在威力上算是不错啊 不过以威力110的情况下来说 很有可能会跟以牙还牙的数据相同 也就是威力110然后能量需求是60 但是60点能量的话太高 所以如果它的能量需求更低的话 可能会有带副作用的效果 是单你这边稍微预测一下的 不过从威力上那么高看来 这一招肯定在对战中应该是蛮难用的一个招式啊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大家来看剑指名的招式 我们先回到我们社群日的部分 社群日在这一次课金活动的部分里面 也有活动离合1280皮币 里面会有52高级球 两个高级负担器 6个新碎片 以及一个一般招式学习器 玩家如果需要的话也能够购买 那这一次的话也有这个社群日特殊调查 是我们的飘飘剑指草 在花艺缅元的情况下 能够获得飘飘剑指草的任务啊 玩家有需要的话 当天也能够看一下降大的图 就能够知道它到底的活动内容有什么 好以上也就是这一次剑指草社群日的一个活动内容啊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的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剑指名这个角色 目前的状况 以及到时候获得这一个 杂技这一招的时候 它到底会变成怎样的实力 那我们就一一带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剑指草 进化型会变成剑指花 最终进化才会变剑指棉 本身的话都是由草跟飞行系的属性所组成 玩家是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一个道具 就能够进化到最终形态的剑指棉 而剑指草跟剑指花在对战中 几乎是没有任何实力啊 所以我们就从剑指棉直接来看 毕竟你可以看到 剑指棉本身50的CP就1850啊 1850的话它只能够在超杰盟以下的对战赛之中 才有办法登场 而剑指草本身是草跟飞行系嘛 从图上来看 弱点多抗性也多 本身所拥有的属性草跟飞行都被兵给克制到 所以它的属性上来说是被兵给双克啊 而单克的部分有飞行、毒、岩石以及火系 岩石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有草系招式可以打 但是在对抗其他属性的时候 其实剑指草本身的招式组合并没有办法去压制 是它这边比较明显的弱点 至于抗性的部分的话因为有飞行的关系 所以我们能够抗格斗 除此之外对于地面系来说是三抗啊 所以遇到地面系角色的时候 剑指草本身的压制 不过说是莫说啊 但是大多数在对战中使用的地面系角色 通常都有办法打草或者是打飞行啊 所以剑指草其实也没有办法占得特别大的便宜 至于在属性上比较有优势的部分 就是剑指草本身飞行嘛 所以在遇到草系内战的情况下 它能够去完全压制草系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而随随就不用讲了草本身是抗水的 这也就是我们剑指棉它的一个属性上的状况 再来我们来带大家看剑指棉的一个体质 以及它在国外的排行榜 那因为它的CP就有1850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介绍高级联盟跟大线联盟的部分 针对超级联盟草系以及飞行系进行比较 这边我们先从超级联盟草系的部分来看 这一次我们列出来的角色 并不是从排行榜移序排下来的 而是能够针对格斗系去抗衡的类型 像是熊木耀的幽灵或者是妙的话的赌 都能够对抗这个格斗系 在里面我们有列出跟这个剑指棉同样属性 也就是草跟飞行系的热带龙 那这样比较的话会比较公平一点点 首先我们从排行榜来看 熊木耀同样的是在目前超级联盟最强的一只草系宝可梦 那剑指棉在113啊113来说是偏弱的 而且要使用暗影版本的会在对战中比较好用 因为我们这边从后面来看 剑指棉是目前比较的宝可梦里面 坦度最优异而且综合体质最高数据的一只角色啊 所以他是可以牺牲掉一点点的坦度 然后去换取攻击力 加上他的种子进化将出招的非常快速 使用能量球或者是厌反 在打击属性平局或者是顺风的情况下 都算是好用的一只角色 那我们已经讲到这里的玩家应该很疑惑 为什么讲成这样 这个角色排名上来说这么的弱 主要他受到招式组合的影响 可以看到能量球这一招是没有办法媲美 瘋狂植物或者是夜刃的基础数据 加上厌反的一个伤害量非常的低 其实在打击对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实用 以至于剑指棉在对战中的一个实力上 完全被招式给影响 而且我们在遇到刚系或者是逆风的情况下 这两个招式也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体质优异的角色虽然是很强大 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招式搭配的话 在国外的评价上还是会偏弱的 潮汐这边输在招式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飞行系的部分 我们把飞行系的前两名 骑士行鸟跟窥家鸟放上来 除此之外热带龙也是在这边 只是不过我们这边把他的小招换成了空气斩 那这样比较一下的话可以明显的了解到 在攻击力的部分的话 骑士行鸟是目前飞行系里面最强的 那坦度跟重合体质的部分 还是我们的剑指棉最强 不过如果你论这个剑指棉 能否在飞行系上做比较的话 这边是有点不太公平的 毕竟剑指棉本身是没有飞行系小招的 加上他持有的飞行系大招 厌返的技术数据很差 所以如果你要跟飞行系比较的话 他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媲美七星鸟 或者是窥家鸟在飞行系的一个威嚇力 所以我们从综合的观点来看 其实剑指棉的草系或者飞行系 都没有办法成为一线最强力的一个打手 最主要原因还是招式组合所影响的 小招部分虽然有着非常优异的 续能的种子机宽枪带来的高续能 但是大招部分我们所配置的 能量球或者厌返并非一线主流 很常见的一个招式 在DP表现上来说都是落上一阶的 而且能量需求也并不是特别的短 所以他在出招弹性上来说比较疲弱 那玩家如果在使用剑指棉的话 以前通常都是基本会带能量球 第二招会选择厌返或者是魔法闪耀 而且如果我们从招式组合的一个属性上来看的话 玩家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剑指棉所拥有的招式 在对抗刚系的时候都会是减伤 所以他在遇到刚系完全是没有办法打 而且落点属性里面 我们就只能打岩石系用草系的招式 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去反击 所以当剑指棉一出场遇到克星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大获领头的情况 所以玩家们在近期 就算剑指棉有着非常好的弹度 或者是高续能的小招 其实在应用上也不见得是玩家们喜爱使用的角色 所以在社群日公布这个杂技的能量 或者是特殊的一个效果之前 丹尼对于剑指棉的评价整个算是中等啊 在遇到逆风的时候很难使用 在顺风可能还可以打一下 是我们剑指棉目前在对战中的一个状况 想必玩家看到剑指棉的数据之后 应该跟丹尼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吧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也能够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跟丹尼分享一下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剑指棉在社群日登场之后 获得杂技这一招 其实丹尼对于他的期望上来说 有一点点尴尬 毕竟官方已经公布他的威力了 要期待他有一个非常短能量 应该是不太可能 当然我们还是能够稍微期许一下 如果有的话 所以能量比较短 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殊效果 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剑指棉 重新回到对战的场上 是目前丹尼对于二月社群日的剑指棉的一个看法 等到到时候杂技的竞技详细出来之后 我们也会再推出一部影片跟玩家们分享 那么今天二月社群日的影片 就提供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啰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 需要消耗到很多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整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 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七场影像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 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所提供的影片 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 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 可能比较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 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哦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 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啰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 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 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 以及好友会员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 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